我講實在話 就是說這個離婚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特別已經有兩個小孩了 然後又一段感情 然後財務的問題 兩個人要廣告合約的問題 說何容易 不是說他們這個想離婚 或不想離婚 我說離婚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想請教HL 我們現在離婚 離婚率大概四成多 也就是說離婚其實是 司空見慣的事 那你當初離婚的時候 你覺得最難割捨的是什麼 當初離婚 其實因為我不想離婚 你不想離 我當初是不想離婚 所以我最不想割捨的 當然就是對方 人或者這段感情 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上次提出 扶元愛他的心情 可能是我在推斷的 就是刻意在做某些手段 然後想要讓那個小潔 也做出一些改變 意思就是扶元愛是逼著他離就對了 因為他這個整個事情下來 我真的覺得有很多很妙的地方在 譬如說他在被拍到的前兩三天 其實他在推特上 小愛自己在推特上面 在日文 日文上面就寫說 最近狗仔一直在跟我 我覺得很煩 如果他們想知道我的婚變的話 你就直接來問我就好了 就在被拍到的前兩三天而已 那你們覺得他已經知道人家在跟拍 然後我再找一個高大男生一起出門 而且這麼大啦啦的去橫濱 去中華街吃飯 然後被人家拍 我怎麼想 我還是會覺得這中間 好了我沒有辦法確定 是不是扶元愛自導自演 但我就是覺得這一定有一些什麼 很很 很有些連結 對 很詭異的地方 然後那個日本諧星 那個松本仁治就笑說 很奇怪 扶元愛在臺灣待那麼多年了 照理說你回來日本應該要吃一些壽司 怎麼跑去橫濱中華街又去吃小籠包跟燒賣 因為臺灣的東西太好吃了 這你就不懂了 然後他們還有那個報導在講說 就他們還是抓的另外 另外一種說詞 就是江洪傑這邊的家人 可能真的有對他們做冷暴力 或者言語暴力 所以當他講說 小愛的照片被拍出來之後 剛剛不是智偉提到 他們 小潔把他們家的 慶生的影片放出來 慶生影片放出來 包括小愛的媽媽跟兩個小孩 但在日本的報導裡面 有一方是這樣講 他們是說 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可怕 有一點驚悚 為什麼 因為感覺有漏票在我手上的味道 才有危險 就是小孩跟媽媽都在我手上 你被拍到那個外遇 對不對 我給你看 你兩個小孩跟你媽在我這邊 很開心 他們是有這樣子的反思 所以這整件事情背後還是有很多很多 讓人家想不透的地方 包括就是剛剛上次李寧姐提到一個邏輯 我覺得這有可能 就是說他先被拍到 然後因為怕之後 他就趕快去跟周刊文春講說 我的老公是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剛剛志偉講的邏輯 就有點不成立 就是說如果我想要息事您人的話 我如果被拍到了 我我好像被拍到外遇了 我照理說 我不要去做別的動作 我發聲明道歉 就是說我做了 我沒有把情侶判斷好就好了 可是如果我再報料給周刊文春說 我老公家裡給我冷暴力 或什麼什麼 你是不是擺明要告訴人家說 你不幸福是不是 對 我就是要離婚 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所以我就講這裡面 有很多奇妙 然後我再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志偉講的 包括日本的 日本的法律有一條是比較奇怪 是慰問金的部分 就比如說今天我如果跟林姊結婚 不管是我們兩個誰誰出軌 假如林姊出軌 他要付慰問金給他的配偶 他也要付慰問金給第三者 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產生了一個現象 叫午後人妻的現象 午後人妻是怎樣 就是比如說老公 我們兩個結婚 但是老婆已經不愛我了 所以老婆就故意不讓我碰 故意不讓我碰 我當然我就會受不了 我就想辦法可能住外面 他這個時候就派真信社來找 然後就找到資料 就收集到資料之後 他就可以順利的拿到一筆錢離婚 並且可以慰問金 那當然這裡面就很多遐想 你也可以串通小三 來做這件事 因為小三也可以拿到一筆錢 對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午後人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太太他就午後人妻 他就跑去找他的小狼狗 所以剛剛志偉講說 在日本這個關係 其實這是檯面下的 這是檯面下 接下來你就要來用金金額來慰問我的意思 你不要陷在裡面 那我想請教一下 玲玲 就是說那現在廠商還會再找 他們拍這種夫妻恩愛的廣告嗎 很明顯的不可能 因為你看江宏傑到現在 從開始到現在 態度跟立場沒有改變過 反正是扶元愛從頭到尾 一直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那我相信扶元愛 即便是到此時此刻 他要離婚的決心 還是沒有改變 沒有那麼快 一支合體的代言是六百萬 如果扶元愛的代言費 是江宏傑三倍 所以其實我們因為做經濟這一塊 所以你在跟廠商簽合約的時候 他當然會看 比方說是夫妻檔 一定有一個比較紅 一個比較不紅 我覺得扶元愛四百五 江宏傑一百五 之類的 那所以賠錢誰要賠得多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但是要看廠商跟他怎麼簽 而且有時候代言 他會簽的是說 比方說我跟妳簽兩年 然後我有第三年的優先 續約權 就是你除非我不要 要不然你不可以去跟 同業的 其他同業的 對對對 那甚至有些 我願意付你很高的代言費 但是你代言我的 即便我們不合作了 你也不能立馬 就一年內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有個旋轉門 你不可以去接別的 瞭解 所以他裡面就牽扯到蠻多的這些 就是很複雜的東西 那我覺得服用愛 他就是豁出去 他沒有想這麼多 剛剛為什麼H覺得說 這個會不合邏輯 其實我覺得你想一想 當他在心煩意亂的時候 如果有個三八里跟他說 你就去用這招 然後看看能不能說服 就是把你外遇的行為 你剛剛講的 倒果為因合理化 只是他沒有想到說 江洪捷 他會丟出這張照片 因為服援 他的問題 不是只有出軌 而是他的誠信問題 因為你第一 你媽媽不在日本 你說你要回去照顧他 這就是騙人了 那第二 因為他不是有講說 他的 他其實以前在臺灣工作 都會帶婚件 對不對 在這邊 這個是服援愛的媽媽 這個是服援愛跟江洪捷 兩個小孩很可愛 然後江洪捷為他的媽媽 跟兩個小孩慶生 很快樂 是啊 而且你看元宵節的時候 他也有 慶祝 慶生的時候要拍照片 對 元宵節的時候 還有治湯 元宵節的時候 還有治湯元 然後而且你看那個 你在日本有放日本的消息 我在臺灣也放臺灣的消息 當初你當然有一些說法 很多很多說法 但是就是我江洪捷 不是沒錢 我在永康也有個透天錯 當初他跟服援愛求婚的時候 大家從五樓參觀到一樓 求婚不是給鑽戒而已 就算鑽戒是 人家有家底 他是把那個房子的地契 跟他給他說 這個房子的女主人 就是哪個女人看著不敢動 對不對 只是不太理解 為什麼他沒有住在 我覺得如果有廠商 要找他們代言 也OK啦 但是是鏡子 鏡子 就是說我們的鏡子破了 還是可以重圓 這算不破 算不破的鏡子 都算不破的鏡子 OK